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心态 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是在海洋中的这种心态的话 那我们是没法面对接下来这个时代 大家好 我是好明毅 今天很高兴参加加拿大台湾文化节的这个活动 我要讲这个题目叫做从另一个方向看台湾 为什么说另一个方向呢 因为我有个方向是在韩国出生的关系 就先很快地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在韩国釜山出生的 因为父母都山东人了 但是他们那个很早就去韩国 后来韩战的时候 他们就从首尔就一路就南下到釜山 所以我是在釜山出生的 然后一直在釜山就读小学中学到高中毕业 所以这里有张照片就是这个 如果你们看过一部韩国电影叫朋友 朋友那部电影就在釜山拍的 朋友的开场 那两个主角去游泳的地方 就是我这个照片拍的地方 叫松岛 那时候我跟一些高中同学他们带我去的这样子 右上角这一个就是我 应该是高一吧 高一是我的照片 所以我在釜山住了十八年之后就 高中毕业后就来台湾读大学 所以读了大学之后 毕业之后一年我就进了出版业 那这是这个当年在我第一个工作 叫长桥出版社 那时候那个时候一个摄影家 梁正居宝拍张照片 那之后的工作就是到一个2001的杂志 科技杂志社工作 然后又到中国生产力中心编译本生产力杂志 之后就到了时报出版公司当总经理 然后再到台湾商务艺术馆去做总经理跟总编辑 然后之后就在进商务的时候 就同时创立了大块文化 所以转眼时间很快 二十五年过去了 那回头看的韩国那段生活对我的影响 不可否认的应该是非常多 尤其是少年时候 成长的时候很多个性 当然都会受那边的一些影响 那如果要讲个关键的话 我还是会讲在个性上 我受一个韩国老师的影响很大 就他有一件事情对我的这种 产生一种铭刻性的这种印象 这位老师的名字叫做磁富荣 就是磁水的磁 光富的富 光荣的荣 那他是韩国人 他的父亲叫磁青天 因为在韩国独立运动里面 他化名叫李青天 所以韩国人一般称他们李青天 总之他父亲是韩国独立运动里面 算是英雄级的这样的人物 那所以他从小就跟他父亲到东北 抗日的关系 从韩国就到了东北 再到了北京 所以整个包括韩国在上海的临时政府 他们都有参与 韩国人叫光复军 就是整个的他们有一支军队 那当时为了抗日在中国到处活动 移动 就叫光复军 所以池老师就是讲了一口金片子 绝对是比我讲的这个普通话还要标准 然后呢 当然当年上 他教我们是韩文课 教我们学韩文 那他为什么会跑到个华侨学校去教书呢 也是因为他们就是光复之后 他回到韩国去 当然就发现 就政治啊 他觉得不适合这种从政啊 这些他就嫁人 然后后来当然也是韩战 就到了福山 所以他就觉得在他自己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 那在中国的时候他觉得受中国文化跟中国人的帮助很多这样子 所以他就想说那他在这里 他也来到华侨学校来教一教书 然后也算是回报这个当年在中国生活的经验这样子 那赤老师他是我那个时候我们叫初一了 还不是国一 就初一 初二 初一跟初二的导师这样子 刚才讲过他主要叫我们韩文 不叫别的东西 可是呢我就在他身上有一个很意外的机会 就受了他一个很大的影响 因为他是我们的机认导师嘛 也就像刚才给各位看的那个照片 就我们在福山就是又靠海 所以就常常的课外活动啊 导师会带我们就到这个海边去玩耍 那有一天我们就到了一个海边去玩 那别的同学当然都跑到海里面 就是去吸水啊 然后就在海边玩一玩这个浪水啊 然后呢我因为下不了水嘛 所以我就在岸上沙滩上 所以呢就是无聊嘛 就是要找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就拿一些沙子就把一些同学的鞋子给埋起来 等一下叫他们找 可是到了后来要回家了 然后呢大家找鞋子忽然找不到了 大部分找到了 当然大概就是有那么一个人 然后两个人的鞋子找不到 就一直找不到 哇那个大家很急啊 我也不晓得怎么办 因为那个鞋子也被埋在沙里面 那这个时候天都傍晚了 都都都比较就是黄昏了这样子 那更急了 那越早就反而更找不到 那就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人过来了 是一个韩国人 韩国人就是很爱喝酒嘛 所以那个人过来的时候也是喝得醉醺醺醺的这样子 然后呢因为他看 刚才讲过都是出一出二吧 都是小 这些小毛头 然后呢再加上 那老师的个子很矮 大概 一米五左右吧 这样子 都是很矮 整个是一个很娇小型的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又已经上了年纪嘛这样子 不好听这样子 后来呢我就看到 我就想话这怎么办呢 这么个喝醉醺的人 那个大汉 然后拿个鞋子 我们的其他的都是些 出出一出二的一些小孩子这样子 孩子这样子 我活着间就看到那老师就走过去 就在那个晚风中就啪 给了他一个耳光这样子 哇我在那时候真的是 就那一刻就变成了一个 我再也没法磨灭的一个记忆了 就怎么会在一个那种皇军的时分 有一个个子小小的一个老太太 然后就走到了一个个子 比他高很多很多很大的一个罪汉的面前 然后就那么 也不能讲坚定 也不能讲什么 就是很自然 就是那么一巴掌 啪打上去了 那个人接下来就乖乖地把鞋子还给他 那么一刻的事情 从此成了我这个 就是没法磨灭的一个会议 所以后来我做很多事情或干嘛 常常就做一些自己觉得很挑战的事 总是不管多大的人物 不管是怎么样 我觉得他的身份地位财富或干嘛的时候 然后一旦我想到有什么事情我是要讲 或者是要讲出我不同的意见 或者甚至讲出我对他的这种 就是当面要讲出他的问题或干嘛的时候 我觉得那一刻其实在我心底是一个很支持我的力量 就是我相信你在做一件你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就是不会顾虑到对方的体积力量 或者各种东西比你高出多少 你觉得就是要做 这件事情是大概我在韩国整个18年求学里面 我另外一个老师那是小学的时候对我影响是启发我阅读 之外就是这个老师 池老师 我觉得他真的在做人或者是就是说一个人在面对一种挑战或困难的时候 他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那当然我在韩国成长也会经常也就后来想所谓对比 这个韩国啊 台湾啊这些的一些东西 那当然我们这台湾跟韩国都是所谓的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但它当然还是很不一样 就是说尤其是韩国人在一些形式上 其实当然他们这个比台湾还严格吧 就大家看韩序就知道就是说 你要在长辈面前喝酒还要比过头了 这些要让到后来韩剧流行了 韩国电影流行了在台湾才可以感觉到 但是在1974年我来台湾 换句话说1974现在已经将近50年前的事情了 刚那个时候来台湾就说哇我反而是吓到 我说去同学家 我记得有个同学住新竹 我第一次去新竹家那个同学家的时候 我看到什么这同学在塔巴面前可以抽烟这样子 说你是这个华侨吗 说对 然后那个好那马上要把我拉到个角落去 干嘛呢 他们就要拿出一个字 汉字来 你要认不认这个字 他们就往往经常找一个很冷僻 很那种那种根本不会用的那种字这样子 但是你打不出来他们就很高兴说 啊就是你看我都打不出来 因为韩国人是非常就是他们就是说 我们看清朝的时候就知道 就是说明朝亡了之后就是说 其实韩国人是整个是认为就是说 清朝把明朝亡灭的时候 他觉得整个的华夏文化已经不存在了 对 华夏文化在哪里呢 就在韩国 所以甚至就是韩国很长一段时间在明亡了之后 他们所封的正硕 当然他也没法再封这个明朝的正硕 但是那他们都怎么历史上怎么自称呢 都写后几年 就是后两年后十几年后什么五十年 什么后呢 指的就是明亡了之后的后 就是崇祯吊死了之后的后 所以这样就知道就是 韩国人其实他是非常就是把他们是 所谓的儒家文化的这种传承者 干嘛 是自居的 所以这个两地都是受这种儒家文化的影响 但是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那台湾的话 其实反而是更随时代的调整 而有很多的这种调整 那韩国呢 反而是守着很多东西 就是包括商里 包括很多的东西 反而是他们这个东西 守得反而是更更更更守 那同样的还有一个就是 韩国跟台湾都在 都是在这个二战之后的所谓的某种废墟中 重新站起来 所以两边都是这个发展经济 然后都是靠美元 韩国是韩战之后 台湾那也是就是靠美元的这种支持 但是两边呢 就是经济发展的路呢 也都不太一样 那比如说他们都是这种瞄准的出口的成长 但是他们韩国呢就非常有趣的 就是他们非常强调第一 那韩国有个很大的企业叫三星嘛 我们大家都知道三星集团 三星集团的前身叫做第一毛纸 就是做这个纺织业了 第一毛纸 那就是三星集团的这个老会长李炳车 他所创立 所以换句话说他当年 航战刚结束的时候 他要做的毛料的衣服 要做的这个纺织业 他就要做 他说他要做到就是英国等级 那台湾就是韩国中文人 韩国的经济发展他们一做就是反正所有的企业就是他们要做世界第一 日本企业他们就是要瞄准日本要超越日本 那台湾不太会 台湾当然我们的 我觉得AOCO的企业家反而会强调要做老二主义 就是不要这个太冲到前面 就是比较play safe 就是说那知道哪些路是别人走过的怎么样走 我们走的比它更好 那韩国不会 在韩国假如说你讲跟企业讲是老二主义的 那他们觉得是绝对没法接受的 一定有节日 节日就是第一 所以他们也是这个 去餐厅也是一样去什么点菜 一定要问老板 老板你们家节日好吃的是什么 第一好吃的最对 反正这就是他们的 那这样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就知道 虽然我们常讲韩国什么台湾都是四小龙 如果今天你再跟韩国人讲说我们都是四小龙 他肯定要翻脸 谁跟你四小龙啊 因为他们早就已经变成这个OECD 这个这个这个 他们就是完全已经 尤其他们就是以1988那个奥运开始这个当个起点 他们就是所谓的要这个 让国家整个的改变体质要这个 要变成一个 就是他们要变成先进国家 往这个路上这个迈进 当然了就是说 所以这也就是韩国跟台湾不同 他们不 他们急嘛 然后呢也就急着赶路 但他们也会摔倒 所以在1997年左右 不就有一个那个亚洲金融风暴吗 亚洲金融风暴就把他们重重的摔了一大脚 那当时他们都自称的是一次第二次灭国 第二次亡国之池那是很严重的 可是就他们就两边的个性是不一样的 台湾就是一直在稳稳地走 我们的路就不会只要摔这种脚 韩国就急着要走 然后就通通摔了一大脚 就摔大脚之后他们可以很快地趴起来 又透过影视的发展的这些东西 对就又重新站起来了 所以这两个地方是很不一样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两边 当然都是在1980年代中左右开始 所谓的民主化 台湾叫做解研吧 韩国就做民主化这样子 但当然也是不太一样 1980年之前 韩国就非常这个强烈的 韩国他们那个个性就是街头的示威 那个大学生干嘛 那就真是无日不为之了 就是这种激烈 台湾相对来讲是非常温和的 甚至连政权交替都知道 就是1980开始民主化之后 你想想看非常激烈 普正西就被这个 也可以讲暗杀吧 也可以反而吐 不知怎么样的就死掉了一个总统 然后再想想看 后来他们的一任任总统 简直没有一任总统 不被关到牢里去的吧 简直是 对简直是当总统 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就是说不是进了牢里 就是死了 就是入学还自杀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是激烈 台湾呢其实就相当平顺的 没有啊 我们没有总统 这个当然了有一位 这个阿扁 但除此之外 就是说没有像 不像韩国这么激烈 被进了牢里 这些事情在台湾 就基本上台湾是这个政权转移 是一个非常温和的 但在韩国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这就是不同 但是也有相同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就是 我这个也是 2018年吧 我出了一本书 那本书让我大开眼界 就说这个韩国的这个作者写得太好了 这本书叫作《我相信世界可以改变》 台湾开始说认识它的开始 但他写这本《我相信世界可以改变》 就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就他真的是非常深刻的 思考跟检讨了 到底韩国跟一个社会的发展 怎么样来到了今天这一步 就刚才讲的韩国就是在战后 就是一个非常这个 各种的转变是非常 这个政权的轮替是非常这个剧烈的 像现在我看到的这个照片就是 那个就是韩战之后的 当时他们的总统叫李承晚 还是刘美的回来这个博士 那就被这位军人 戴中间戴这个墨镜的叫蒲正熙 就他发动军事政变就上台了 从此之后就说就是他们就是铁碗 蒲正熙就是铁碗统治 下面的抗争也是奋力抗争 那最有代表性的故事当然就是 一个叫金大宗的人 就是实在跟这个蒲正熙当时 这个选票一度差一点 差不多这样子 所以蒲正熙对于是他为一个大敌 结果呢金大宗会跑到日本去演讲的时候 被蒲正熙派了人 把他从日本绑架回韩国去这样子 那当时有人是说准备把他绑了 就丢到海里去了 不过因为正好是说美国他们就即时发现 警告他不能丢到海里 所以总统他把他带回韩国去 所以想想看对待一个政敌 就这样的到了 从韩国派人到日本去把他绑架绑回来 这都是韩国人才会发生的这种事情 那这样的当然说抗争的人也就同样的非常激烈 所以到最后已经碰碰碰 就是蒲正熙最后就终于在执政多年之后 还是这个不幸被他的手下就刺杀了 之后呢就换了全斗换了这个顾太宇啊 金永山啊金大宗啊一任任总统就刚才讲的都是那种不得善终一样的这种局面 而这个记者呢他在反省的一个事情是说 他在问一个问题是说 为什么民主化了三十多年 为什么政权轮替了这么多次 为什么执政党换了这么多次 为什么总统换人座换了这么多次 但是国家跟社会却总是在原地打转 他做了一个分析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说 不管政权轮替执政者是谁 他都有一个需求 什么需求呢 他要政绩 什么政绩呢 一般上政绩没有什么 就是要求的经济成长 各种成长 出口成长 什么外汇 什么存底的增加 什么这种此类的 各种这种经济商业方面的这种成长的数字 所以他一定会要求这些经济官僚去把它达成这些数字 那些官僚他要怎么达成这些数字呢 他有那个精神真的去照顾中小企业 去怎么帮助什么社会上需要的各种人嘛 太慢了 太远了 对这些经济官僚要讲 他们要达成这些数字最好的最快的方法就是去找大企业大财团 因为他们手上的可能做的事情最多话题最多 所以呢经济官僚呢干脆就把这些资源条件都提供给大企业 那大企业拿到资源就拿到一些好处可以马上创造一个比较明显的出口成长的数字 可以创造一个明显的这种媒体觉得感兴趣 有所谓的未来性啊或者是什么有亮点的这种成长 所以大企业就会回报他们这些东西 那这样的当然他们就会有可以上级交代就有了政绩 那还不止如此 他说所有的官员呢最怕的东西是什么 最怕的东西是媒体 毕国也是一样嘛 我们也是一样 要看报治国嘛 一定要看这个官员们要看 看报看媒体的反应是什么 现在当然搞不好是要看看脸书治国 最后也是怕媒体 所以呢这些大企业就知道 好 掩护你所以干嘛呢 所以大企业就会或者是用广告支出来收买媒体 或者干脆他们就自己去并购媒体 或者自己创立媒体 总而言之要用媒体来掩护这些官员 用媒体来掩护自己 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经济官僚 既得利益的大企业大财团还有媒体 这三者就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所以这个变成了一个铁三角 是他们 所以他在讲的是说 不管政权轮替之后 到底是谁在台上 谁在当总统 你竞选的时候 不管你拿出了什么主张 一到了执政之后 你就必须要看这些人的眼色 所以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子的打转 有没有很熟悉啊 台湾就是这个解言之后三十多年了 我们回头看看 有没有太多相似的地方 有没有太多我们觉得很熟悉的地方 这就是 当然李隆玛在这本书里面 他提出了非常多一些很勇敢的 非常颠覆性的要怎么样打破这个结构的一些想法 所以这就是我讲韩国人特别的地方 非常他们敢这种往前面这个尝试摔跤了 他们会这个爬起来 但台湾当然就就是不一样 我们就是台湾非常讲究这种稳扎稳打 然后这种一切的就是在一种稳定中 就台湾非常强调这种稳定这样子 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呢 有一点不习惯说 这个就是这个对比太大了 但当然后来 后来就完全习惯了台湾这个 现在当然经常开航空会 就觉得 虽然冲得那么快 但知道就是说 他也会有他冲得快的好处 但是也有他冲得快的种种问题 像他们现在还是 就是说韩国普遍的 当然中小企业的这种 结构组织就是应该是不如台湾 那就是像他们的稳议 虽然是迈进了所谓的这种开发国家 国民所得也成长得非常高 但同样的物价也高得不得了 所以我的韩国朋友来到台湾都会觉得 天呐 这台湾 台湾只会便宜成这个样子 每个人都觉得台湾简直是便宜的不行 但也从这里 每个人都觉得台湾便宜的不行 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问题 只有一个东西是所有的韩国朋友来台湾都共同承认 两个事情 第一个都承认台湾的物价比韩国太便宜 便宜太多 第二个普遍都承认一点 就台湾的房价也比韩国高太多了 就是说尤其是在那个相对的标准 就怎么会在 他们都很好奇 怎么会在一个物价 这么各种十一柱形的物价 这么便宜的地方 房价却唯独的高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所以这一点呢 其实我后来写过一本书 叫如果台湾的四周是海洋 在这本书里面 其实我就有点出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 就是台湾 当我记得我这本书的书名 有一次那个时候去访问李远哲李院长的时候 我说要写一本书叫 如果台湾的四周是海洋 他问我说 难道台湾的四周不是海洋吗 几乎每个人都会反问我这个问题 但真的不是 台湾是一个四周都是海洋 但是基本上心态上是一个完全是陆地的一个国家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澎湖 如果去看看澎湖的单位 就是行政单位 澎湖明明是一个个的离岛 结果呢 他们的行政单位上还写着什么 村 村庄的村 就是说 我们的陆地思维是非常强烈的 当然这个有种种的因素 大量的 49年之后大量的人 尤其是政府的这些上层的人员都从大陆那边撤退过来 所以当然就是心态也是一切 包括我们的宪法包括所有的东西 当然都是以那个大陆的架构来设计的 也来执行运作 加上来到台湾之后 比如说因为怕这种匪谍 怕这种路线的人上岸 所以我们台湾四周虽然是海 但是所有的海滩都是禁地 都有这种怕被人摸上来这种危险 所以要大家保持距离这样子 所以我们虽然四周是海 却是背对着海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所以既然是村 自然是村 所以我们不会觉得海洋是珍贵的 我们觉得土地是珍贵的 所以我们一直免不了有土私有财这种观念 所以房地产当然在台湾永远是一个 一个过去 大家都称它叫什么火车头工业 其实当然也不是 只是它为了要每期明曰 火车头工业才能够凸显它的价值 所以所有的这个东西 光这一点就是特别 说台湾各种这种保守 所谓的这种 所谓的要求稳健的这种心态 特别都具体显示在房地产上 尤其是一个代表 也因此就使得房地产是一个 是变成台湾永远不变的这种 这种储蓄 所以才会使得这个台湾的这个房价是永远是跟这个物价不成比例的这种高 而且品质又真的是很不成比例的 但是我们都非常干之如鱼 而并且就是光以这个房地产 因为吸取了大量的社会的资金在里面 所以其实整个社会的动能也都会跟着这个受影响 那当然是这种东西都会相对的跟着减弱了我们这种 在一个海洋中的国家所应该对外想要扩展发展应该具备的冒险精神 所以这一定是相互违背的 你一个重视私土 有土私有财 你一个重视所谓的房地产这样的 那跟一个本身处在一个海洋中的这样的一个应该有的心态 是完全相背的 所以同样刚才讲韩国还不是四周都是海洋 韩国是半岛型国家是山面是海 我的釜山那个小时候住的釜山就是海港 看釜山海港就知道 釜山海港你去看就跟欧洲或者美国的很多海港一样 里面游艇就满满的 大家是要 那台湾难道是没有人玩得起游艇吗 不是啊 在台湾哪个海港有那么多游艇 我们没把海洋当成一个探索的途径 没把海洋当成一个生财的途径 也没把海洋当成一个娱乐的一个环境 我们完全是不是在海洋中 我们是一个海洋中的一个农村 所以并且还要面对真的台湾是面对海洋的时候还会破坏 对 你看台北只要看那个我们看那个北 这个北部的海岸就好了 对 破坏的是多么的严重 所以这些情况都是我觉得是台湾接下来 如果对比像航沃的情况的话 就算我们不要像航沃人那么只顾着冲 然后又常常跌倒 我们不想那样 起码我觉得我们应该在那么习惯的这种陆地思维里面 要调整一下 真的要调整往海洋的思维来调整 陆地跟海洋的思维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 陆地总是认为稳定是世界的常态 陆地思维就是说只有地震来的时候才是立万 而地震并不是常来的 但海洋思维的话就正好相反 你在海洋上浪的波动是常态 所以怎么样能够思维说在海洋的思维中 要习惯自己面对这个环境 不断地在变动 不断地发生变化 然后不断地因应它 这才是海洋思维 那并且现在来讲疫情 这个传染病 横扫全球 其实它本身就在提醒我们 陆地思维已经过去了 再不能回来了 不可能 就是说经过这么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怎么可能再回到重情 但是你想想看台湾现在我们大家还只是意味 注意的只是每天确诊人数多少 死了多少人 当然很重要 他们从来没有去探讨 没有去仔细思考 不只是到底发生这些事情是为什么发生的 更重要的是下一步我们要怎么走 我们现在想的还都是 这些事情是说疫苗足够了 大家疫苗的覆盖率达到多少了 我们就可以再过正常日子 正常日子已经没了 就是说现在开始的这种变动的日子 就是正常的日子 但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心态 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是在海洋中的这种心态的话 那我们是没法面对接下来这个时代 也在如果台湾四周是海洋之后的一两年吧 我又写了本书叫《大航海时刻》 就是也是想下一步 就是说如果我们开始认知台湾的四周是海洋的话 我们到底要怎么办 但最重要的就是因为陆地心态的话 就会觉得海洋是一个把我们世界隔绝的一个壁垒 所以我们是一个孤岛 但是如果接受海洋就不是 海洋就是我们的通路 我们四通八达的通路 那台湾其实过去有一段时间也没那么差 尤其在经济上 就是大约在19...就是1980年代末之前 就1990年代之前吧 就像你看那个时候因为中国还是叫做铁木 我们也没法去 所以台湾的商人开发我们的出口也好干嘛 各行各业 从电灯炮到脚踏车到电脑 其实我们是提着皮箱全世界跑 所以画了个图就说台湾是往东看的 往北看往南看就往哪里看 只有往西不看嘛 当时的这种政治的这种对立跟格局 是往西不看 没法看 但是呢进了90年代之后就不是了 就一下子所谓的中国的这种改革开放 当然80年代开始 当然90年开始更加速 一下子改革开放 那么多各种条件 一下子台湾的商人发现 哇全世界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地提着皮箱去非洲呢 去中东呢 到了对岸讲同样的语言 吃同样的东西 晚上可以同样的可以唱同样的卡拉OK 玩同样的娱乐 这太好的地方了 完全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一个复制过去 我们所习惯我们所有的生活工作这个地方 所以台湾就变成相反的就是只知道往西了 往西看的 往别的地方看的 反而都觉得是一种麻烦或者什么 所以一样我觉得接下来我们是应该东西南北看 有的时候有的行业 有的工作当然要往西看 但更多的我们觉得必须应该是 回到海洋 思维把海洋当成四通八达的通路 本来我们就 还怎么可能只往水流 只往一个地方流 我们当然是要往四分八方的去发展 那最近呢 那韩国跟台湾比较的话 我也想到我们最近出本书叫台女 台女这本书呢 过去好多了 但是呢还是一样 就是所谓的 像我妹妹嘛 她来台湾她去幸福的事是什么事呢 她说啊 竟然我可以不化妆就出门买菜 我觉得她也享受了 甚至她说可以穿拖鞋出门去买菜 在韩国不行啊 你不化妆还穿着拖鞋女人出门 这简直是啊 太没教养 太不行 所以韩国女人基本上就是也是束缚很多 那台湾女人叫台女 尤其就做这本书 我就觉得是我们出版这本书 我就觉得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台湾的比较有海洋思维 我觉得好像都呈现在女性身上比较多 台湾的女性反而是比较相对男人来讲 这种冒险的精神或是什么东西 反而我觉得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 就像这本书里面就是介绍了很多女人 我就讲几个例子 像这个女人就是说 开个店 讲什么 她不用特意追求零瑕疵 那只存在云端 很哲学的话 那下一句呢更棒 她就常常有人跟她讲说 你真的很欠干 但是呢她回答什么呢 对呀 可是你又干不到我 哇就太棒了 太帅了这句话 这样的话我相信韩国女人没办法 在书上公开场合 那我就这样讲 还有在这本书里面呢 我觉得很多照片拍得非常好 但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张照片是这一句 这是个女孩子在澎湖的一个地方拍 我就在那么阳光明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她拍这一个 她是一个音乐 做音乐的人 那时候就这张照片就说 哇就是这个阳光明媚的街上 她蹲在那里 哇觉得真的是 又嫵媚又挑衅 然后又让你这个就觉得有阳光对吧 但是有挑衅非常有意思 那还有像这个女孩子 她就她也是也做很多其他的工作 但她也做一件事情 就她去做冰朗西施 她去做冰朗西施的就讲 她讲得非常好 她就觉得她去存 她觉得她的存在可以慰勞到很多人 因为很多人 赌博会输得很惨 所以她会来看辣妹来转运 所以她说那些客人会感谢她 感谢她 让她那天的心情会变好 哇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特别的 就是台湾的女人 其实这些娘娘我是特别看到这些特立独行 非常有自己主张这样 而这些点呢 我起码 当然我也离开韩国很久了 当然我起码我觉得是还是普遍我相信 韩国的女性是相对而言是会比较保守的 你只要想想看她们现在 就女人对不化妆 出门买菜是要被笑的 穿拖鞋出门是会被笑的时候 就知道就是台湾的女人 反而是我觉得是非常可以 代表台湾的海洋思维的某种力量 代表台湾的海洋思维的某种力量 代表台湾的一个画家叫林莲恩 他拿到了 拿到了故事绘本类的这个首奖 然后呢我们今年他的诗类的这个评审团特奖 是阿尼默这个画家 他所拿到的 他不止今年拿到 他去年才拿到了漫画类 给青少年看的漫画类的首奖 所以我们今年第一个拿到了故事类 绘本类的首奖 然后呢 诗类的我们拿到了评审团大奖 并且这个奖是延续去年 同一个画家连续两年拿奖 这个意大利这个波罗纳素展主席就说 太难得了 太想不到的事情 拍第三件事情 他们今年意大利这个波罗纳素展 上有个SM的一个特别的奖 一万五千欧元 然后鼓励一个画家 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去创作一个故事 然后第二年出版 然后在素展现场做个特别展览 那这个也被台湾画家拿走了 做配心 所以我们拿到了三个的大奖 并且今年台湾的画家入选 到波罗纳素展展的也是并列最多 跟其他两个国家并列最多 总而言之就是说 在绘本在图像创作方面 台湾是我觉得这些年来讲 也是很有海洋这种往外拓展的这种精神 跟这种看到的一些成绩 那我接下来放一段简单的这个影片 这就是这个 阿尼默这个琴匹得奖的这本书 不记得你经过多少周冬 我们才能够来吃 尽量看到你的蜜和嘴 品牙和蜜 你也慢慢看到我 我们想要让你看到我的心脖 还有贪败的灵魂 我们的蜜和蜜的一点一滴 大海都想不了解 我能为了一个好对象 车一小三十五八万 进步队到后不走 你热 亚亚 就像布洛娜讲 这个拉嘎斯讲的评审 他们就说 他们虽然不知道到底台语是什么 他们完全 第一个当然他们看图 就非常着迷了 就觉得这个画的 因为这个故事 他讲的是琴匹 不只是当然只是讲一个情书 它里面还有其他的含义 之外 他们尤其是诗的东西需要朗诵 他们听到了 刚才的朗诵是廖尤贤 音乐创作者他所朗诵 他们就深深的着迷 所以就台湾的文化 以布洛娜书展为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也是在开始出去不断地向国外去拓展 然后也看出一些很不错的一些起端跟成绩 我觉得这个可以当成下个阶段更努力的一个基础 所以这些点来看 就是说终于我们这个相对强调这种直往导内看 然后指这个强调这种稳定这种的文化 那现在我们开始往外看 往外走 开始产生各种新的变化 产生这种非常独特自己的主张 不管在生活态度上 不管在创作上 都是让我觉得台湾接下来非常美好的特质 也是特征 反正这种眼神 非常觉得来台湾了这么多年 让我觉得非常美好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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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